你還在說我要我的診斷書 然後醫護人員都分身罰術這樣子 所以這個情境主要是想要表達這一點 我就覺得外科的生活真的不是人可以幹下去的 好啦 不好意思 爛草莓 對不起 哈囉大家好 我是藏哥 歡迎回到昌藍哥評評你的最後9加10女外科系列 那這一個系列意思來講反應都還不錯 我自己也是做的蠻過癮的 9加10玩接篇了有點捨不得 但是總之還是盡我的本分 把一些相關的醫學知識解析給各位 那我們就把它看下去吧 OK 那這邊當然就是小劉醫師在救這個老狐狸 現在還叫他老狐狸實在是不太好 然後基本上大家看了一下這個monitor 你可能會覺得很怪 不是昏倒了在那邊CPR 昏倒的人不是沒有心慮嗎 不是沒有呼吸嗎 那怎麼這個monitor上面還顯示出這個 HR Heart Rate還有108下呢 那這邊老實說我覺得這一出具 它的一個醫療情境是設計的相當專業 我要去找查 真的不太能找得出來 但這個算是我唯一唯二可以找到的小小的一點查 它現在上面的顯示的 Heart Rate 108 其實是想要代表這個小劉醫師 它去壓出來的 因為其實monitor是貼在病人胸前的一個皮膚上 貼在胸前的皮膚上有兩種狀況 會有反應 會有數字 一個就是病人自主的心率 病人自主的心率 它當然就會秀在monitor上面 看有幾下 就一分鐘幾下這樣子 那如果今天病人失去呼吸心跳了 那它那邊理論上就是會小於60 像我記得上一集它發現的時候好像是40下 還是45下吧 這時候你趕快衝上去壓胸 因為其實壓胸這個外來的動作 在monitor上面它其實也是可以顯現的出來 它可能去偵測到相關的一些胸部的波動 還是相關的電器怎麼樣 所以其實人工壓胸的那個次數 monitor也會顯現出來的 所以它這邊想要表達的意思 其實是說這個小劉醫師 它CPR做得非常標準 我們之前講的 1分鐘100到120下 那它1分鐘壓了108下 所以monitor會顯現出來108 所以這個108並不是老狐狸的心率 而是小劉醫師壓出來的 那我剛才講說 唯一一點小小吐槽是什麼呢 因為其實你仔細看這個心率 它其實是有PQRS波的 就是大家熟悉的那個心電圖 基本上如果是你一個人工壓出來 108下的心率 它其實波形就比較像是一個 大起大落大起大落 就是咚咚咚 它就是一個你一眼就看得出來 那個是人工壓出來的波形 而不會有那麼標準的PQRS波 好的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小小吐槽的地方 因為其實如果你是專業人士 看整個monitor 你會覺得這個病人是有自主心率的 反正這個小好的東西 如果不講解大家也抓不出來 呵呵 可以 OK那一般CPR 我們就是 反正大概就直救30分鐘 如果30分鐘急救無效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會 就是等於是病人 就是Expire 就是急救無效 就會死亡這樣子 該不會跑完的PGY 全部都要離開了吧 現在的醫生 怎麼都沒有報復了呢 這什麼意思呢 因為其實大家也知道說 我們現在的所謂的醫學生的訓練 從這個醫學院畢業之後 會先進行兩年的PGY PGY就是所謂的 不分科的住院醫師訓練 那在PGY這個時間點 因為叫做不分科 所以不分科的意思就是 各科都要跑 哪怕那個科是你喜歡的 或是你不喜歡 你不太有興趣的 你都要去跑 所以PGY那兩年 通常就會在這個大內科 就是所謂內科 然後在這個外科 那在各個五光科 在各個科 其實你不管有興趣沒興趣 你都會去沾一下 去學習一下 那個地方的一個知識 然後順便去體驗一下 那個科的一個氛圍 工作環境是什麼 所以蠻多人就是在 PGY的時候 去run了內科 run了外科 特別是run了外科 就發現 天啊外科怎麼那麼可怕 可能看每個學長界 老師的公司都爆表 都在醫院 乾脆住在醫院 不回家了 所以這個有家人 都完全沒有辦法照顧 那薪水還不高 然後可能就是 run完PGY發現 外科的環境 怎麼那麼慘 所以很多人可能 run完PGY之後 就決定 不要選外科 或不要選內科之類的 那我個人 是比較聰明一點點啦 我在intern 就我那個時候 還有intern 就是大級實習醫生的時候 還是我在clerk 實習醫學生的時候 我就覺得外科的生活 真的不是人可以幹下去的 好啦 不好意思 爛草莓 對不起 登 那不得不說 現在台灣外科的環境 真的是不太好 就工時長依舊多 那可能 相對來講 也沒有一些 我覺得 應得到的一些報酬 所以常常會讓很多 年輕人灰心喪志 全都跑去 五官復健 那種二線科 基層也沒落了 復產科也慘 外科更慘 OK 現在有一個 順口溜 叫做這個什麼 內外婦兒級 五大皆空級 本事當醫生 賠錢何太級 對 有這個順口溜 而且這個是在 這個醫學生裡面 傳的順口溜 你就知道大家 選科的一個 風向大概是怎麼樣 然後 他說五官科 你也不能去怪五官科 五官科人家就是 環境比較好 空時比較短 前途無量 那什麼眼科 皮膚科 長久居於這個不敗之地 分數高的跟什麼天花板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環境所造就的一個現實 我將來如果病了 誰給我開刀啊 這只能怪政策 你們的醫者榮耀 沒有醫者榮耀 對不起 其實也還好 因為我只有兒科 內外婦兒級 對 兒科也是五大科之一 所以我多少還算是 有點醫者榮耀吧 登 醫師全部納入勞基法 時間到大家準時下班 那病人誰照顧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笑的一個論點 就是我們前陣子 像之前爭取了很久 希望祝願醫師納入勞基法 那總之爭取了很久 那有些甚至爭取這個祖治醫師納入勞基法 結果後來都沒有什麼下文 然後很多你會聽到那些大佬 或是那些新聞上帶風向的那些媒體 他就會用這樣子講給你聽說 你看醫師都納入勞基法 時間一到八個小時準時下班 然後你的家人或你自己就沒有人照顧了 然後你自己一開始聽到這個論點 你可能還會嚇到 他說對耶 我醫師不能納入勞基法 但是你想一想 你就會覺得這個論點非常的荒謬 你去想一下那些竹科的工程師好了 工程師跟醫師常常被拿起來一起比較 工程師有沒有被納入勞基法 有嘛 那些竹科 那些內湖科學園區的那些工程師 他被納入勞基法之後 你有看到晚上五點下班時間一到 全部關燈烏漆媽黑一片 瞬間工程師全部下班 你有發現這種狀況嗎 沒有嘛 對大家都知道工程師操嘛 會加班嘛 有時候會加班到晚上八點九點 但怎麼樣 他們至少有勞基法的保障 可以報加班 如果中間真的有一些什麼工作上的一些 例如說過勞死啊 或者是因為工作上產生身體的一些毛病 產生了一些意外 有勞基法的保障下至少你有這個法律 可以去跟你的雇主 對可能進行例如說一些訴訟啊 至少對職員來說是比較有保障的嘛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是想說 譬如說醫師去納入勞基法 當然怎麼可能說晚上五點下班 然後大家全部不見 醫院全部關燈呼吸氣全部暫停 病人死光 怎麼可能有這種狀況 當然是大家的工作造就 對就是你要工作到晚上九點十點 你一樣會工作造就只是你多了一層保障 你可以申請加班 那你可以有一些譬如說身心健康的一些保障 我們要的是這個保障 當然不是會向一些大佬或媒體去洗腦你的說 這個納入勞基法 那個校五點一到醫生全部下班 你們的家人都完蛋了 之類的 當然不可能有這種狀況嘛 那個小劉醫師 昨天機車摔向的病人說 要請你開30份的醫生證明 哈哈 我跟你說就是之前 其實現在在診所相對來講比較好 之前在醫院 譬如說那種很混亂很慌亂的那種場面 譬如說急診還怎麼樣 那病人就一直一直來 然後你光是處理所有的臨床事情 去照顧病人的安危 然後你去開一些藥 這些你都忙不完 然後你這時候真的會遇到那種 跟你說什麼 我要10份診斷書 30份診斷書你就是會忍下來 但是你內心還是很想要把它扒下去 因為診斷書它就是一個醫療 就是臨床業務外的工作 那診斷書這個在很多醫療院所 還是醫生自己要開 所以你在照顧那麼多病人 已經忙得要死的狀況下 你還要去看那個病人 打開他的診斷書系統 然後什麼病人 於什麼幾月幾日幾點幾分 因爲什麼關係來到這邊就診 然後怎麼樣呢 然後幾點幾分出院之類的 然後你還在那邊寫 然後就是還要浪費時間做這種事情 然後那時候什麼要開10幾分 20幾分診斷書 你也知道他想要幹嘛嗎 他想要拿去請假 他一定有買一堆保險 每一個保險公司都想要遞這個診斷書 然後去申請一堆理賠 然後自己都賺得很爽 你都會知道說他們到底是想要做什麼 然後你聽到這種開2030份診斷書 你就會覺得傻眼 然後你就當下真的是會被戳到 然後我相信現在COVID的狀況也一樣 因為像之前不是就一直宣傳 大家不要去急診拿診斷書嗎 對現在可能好一點點 但是之前疫情剛爆發的時候 大家都想要那個保險都去急診機 PCR陽性 醫護人員忙得要死 然後他一直吵醫護人員說 啊我要我這個陽性的診斷書 我要申請我的COVID確診保險 你診斷書給我開出來 我要5份 我要10份 我保了10家保險 對你說醫護人員當下能不棄嗎 他們都已經忙得要死 然後還要去配合這種 很奇怪的要求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說就分流啦 如果你真的要診斷書 也是可以 你就是之後回門診 或怎麼樣去開這個診斷書 不要大家都急愛急診 都已經病人 有些已經重症的病人都快死了 你還在說我要我的診斷書 然後醫護人員都分身發術這樣子 所以這個情境主要是想要表達這一點 完了完了要保險了 希望有一天能夠像 像我們教授一樣 吃香喝辣 然後開名車住豪宅 拿藥商的回扣 紅包 藥商的回扣 老實說這個在二三十年級 那種醫療環境 可能真的是相對常見 因為在二三十年前 那個時候還沒有健保的時候 那個時候藥費啊 相對來講可能都比較昂貴啊 或怎麼樣 那你說醫生 醫生他去開一堆藥 然後一個藥廠 他因為醫生開了這一堆藥 賺了一堆錢 拿一部分去給醫生 這個在二三十年前 其實相對常見 但現在我跟你說 基本上看不太到了 因為現在藥廠 我跟你說也很慘 因為大家也知道 台灣健保開保以來 要幫大家省錢嘛 每年都在砍藥費 這個你有時候看新聞 或聽我講 你也會知道 每年都在砍那些給付的藥費 砍到最後一堆藥廠都退出台灣市場 你在台灣已經買不到很多 非常好用的原廠藥了 因為這些原廠藥 是國外的原廠他們提供的 那國外的原廠 他們製作成本本來就比較高 那在他這個製作成本比較高的狀況下 你台灣健保會給付那麼一點點錢 然後醫療院所當然成本考量 他就不會進 這種國外比較貴的藥嘛 那長久下來 國外的藥廠沒有甜頭可以賺 他們當然就退出台灣市場 所以現在藥價越侃越便宜 你市面上看到的藥 這個成本也越來越低 那藥廠賺的錢也越來越少 所以現在這一代的儀式 幾乎都不太有可能有什麼藥廠回扣 因為藥廠本身真的是 我覺得也是蠻慘的一個產業 真的是要很好的藥廠才活得下去 這個給大家參考 這個人可能因為外傷的關係 喉嚨被傷到 喉嚨被傷到有幾種狀況 可能就是會傷到氣管 傷到氣管大家也知道 這個呼吸的時候 氣流稍稍由你鼻子嘴巴進去 然後經到你的喉部 經到你的氣管 最後才到肺部 那如果傷到氣管 這邊用出血的時候 這邊就會造成所謂的氣管的堵塞 你這個呼吸氣就吸不進去囉 喔 吸管 喔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小劉醫師就隨便拿起一根吸管 這個吸管它就有點像是 這個臨時的呼吸道 就有點像我們之前講那個 緊急氣切的那個概念 對緊急氣切 你可以看我之前在講 奪魂區 奪魂區裡面有一個 他會這個頭部 快被淹死的病人 他拿一根肛珠鼻王 自己喉嚨叉 然後達到一個 變成一個呼吸道的功用 他就活了下來 可以去看我那一部影片 那這個動作其實類似的道理 他拿了一個吸管 從這個表皮的傷口放進去 直接放到他的那個氣管裡面 避開了阻塞的地方 所以這個病人他只要呼吸 這個氣流就直接從那個吸管 從外面吸進去 經過那個吸管 進到氣管 進到肺部 就變成一個暫時的 這個bypass的一個呼吸道 這個滿有創意的 有些人可能會說 那個吸管很髒 沒有消毒會不會怎麼樣 這種狀況下 你也不用管他有沒有消毒 如果你沒呼吸 你可能幾分鐘又失去意識 然後一下子就掛了 所以當然要趕快做這個 就是比較緊急的procedure這樣子 發生難限控碼 腹部的安全帶勒痕 BP9 加多幼石 813名 這個如果是一個車禍的病人 你聽到這種 腹部的安全帶勒痕 而且又這個血壓低 疑似內出血 你當然是要擔心 因為我們會系安全帶 安全帶一般來講是保命用的 可是如果你系了安全帶 但是又緊急剎車 又沒有一些安全氣囊的一些保護之下 因為你想像你緊急剎車 你整個人會往前擠 那往前擠 這個安全帶如果它又系在你腹部的地方 整個往前 一壓 對 那個壓力非常大 這個安全帶有可能就會把你這個 皮脹啊 肝脹去壓破之類的 你可能就會造成一個 大量內出血壓 那血壓低啊 心跳快啊 所以基本上你聽他這樣子爆 大概就知道這個 有可能是因為緊急剎車 安全帶勒出來的 這個肝脹皮脹大量出血 三次最男性 紅三次腸 氣管破裂 那氣管維持無吸道 換著VP 20.95 Harray 105 小西衛星99 哦 那這個人在 剛剛的一個現場 小流醫師處置之後 目前的VITAL SIZE 是還蠻穩定的 你看他就是插了一根吸管 所以他呼吸的時候 這個氣流是從這個吸管進去 然後直接進到他的氣管 然後再進到他的肺部 他剛剛的VITAL SIZE 他的VP 他的Harray 他的血氧992都非常的好 代表這個 呼吸道建立的蠻不錯的 但當然這個不可能放永久嘛 所以當然等一下就會有外科醫師去 修補他的一個氣管之類的 我們這邊長那麼久了 對 來來來來來來看 來來來來來來 請你們冷靜一點好嗎 你說說什麼了 很兇 很兇 沒有心 沒有痛的 啊 這幹什麼 為什麼 其實你在急診 你會看到一種非常荒謬的狀況 就是在那種急診會吵 會鬧的 通常都是病情最不嚴重的 這是大家同意我的說法吧 因為那種需要緊急醫療處置的 早就已經昏迷了 早就已經在那邊CPR 大家都躺在床上 都沒有辦法說話了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一群就是 那種伸強體重 明明就沒有什麼事了 在那邊急著 你把 你醫生都出來 我等多久了 這種你就會覺得很 很想翻白 因為這種 你一聽他的聲音 就知道這種人最沒事 最不需要醫療處置 他可能小插傷 或因為奇怪的原因來急診 但是醫護人就要 忙著應對這種來亂的 就會覺得很煩 很兇很兇 方舍哥說有看到free air 腸味道可能有破裂的情況 要馬上開 所謂的free air 就是一般來講 我們的腹腔裡面 是沒有空氣的 因為腹腔是一個密閉空間 但是今天當你的腹腔 經過影像玄檢查 腹腔裡面竟然看到空氣 你就要擔心一種狀況 叫做你的腸味道破裂了 可能是因為穿刺傷 或怎麼樣 腸味道的破裂 或有些很嚴重的胃潰瘍 舌趾腸潰瘍 有可能會造成腸味道的破裂 腸味道的破裂 這個空氣 因為其實我們腸味道裡面 內側是有空氣的 像我們胃裡面會脹氣 你想到胃脹氣 就知道胃裡面是會有空氣 所以今天譬如說 胃壁破了一個洞 你胃裡面的空氣 就會往外跑 就會跑到腹腔 影像學就會看到free air 所以通常看到free air 就代表腹腔裡面的脹氣 可能有破洞 要開刀去修補 好 這裡需要輸出 Oka 大魔王來了Oka 在這一片混亂的狀況下 還來了一個Oka Oka是什麼 上一部影片有詳細解釋 然後這個Oka的病人 通常都是失去呼吸心跳 所以通常都是被CPR壓進來 所以剛剛看到的那個其實就是一個很標準的一個動作 就是會有醫護人員 或者是這個EMTR之類的 他可能就直接跪在單架上 然後幫病人CPR這樣子 這樣才是會一個最有效率的CPR 因為你如果在地板上 然後邊跑邊CPR 那個CPR品質一定是爛的 所以最好的CPR品質 就是直接到那個單架床上 然後這樣子壓 這樣子是最好的CPR品質 加米伊蘇 Boss Me 三分鐘一隻 Boss Me 三分鐘一隻 上一集有說過 可以回去看解析 Boss Me 就是 Epinephrine 腎上腺素 還沒 Boss Me 已經打了 一樣跟一開始講的一個狀況一樣 你可以看出加米伊蘇這個壓得非常的好 這個每分鐘壓到113下 但是他那個圖 那個PQRST 我看了就會有點分神 因為這個看起來就像病人自己跳的 但他其實是想要代表 其實是加米伊蘇壓出來的 因為他還量不到血壓 代表他這個脈搏 自主循環還沒有恢復這樣子 其實滿有效率 他們應該在緊急的這個救護線上 就已經插好管了 已經建立那個插管的人工呼吸道了 所以剛剛看他壓那個蘇醒球 就是從那個蘇醒球打氣 進去這個氣管內管 就是幫助病人呼吸這樣子 兩下血壓 喔 怕死了 血壓出來了 然後他心跳回復到121 但是血壓有點低 75 over 50 所以可能還是有一些出血的狀況 兩下75 over 50 ROSC ROSC 這個叫什麼 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就是如果我們壓回來 病人自己開始產生自己的心跳 有脈搏的時候 我們就會稱之為ROSC 那為什麼要背O型的Peg6u 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人的一個血型 那大家也知道O型的血球是萬用血 O型的血球是可以輸給任何人的 所以當你要緊急的書寫 但你不知道這個人的血型的時候 你只能趕快背O型的PegRV 寫就是O型的濃縮紅血球 然後6u就是他一個單位 可能要馬上書寫了這樣子 檢查完了 趕快送他房 沒問題 好 這邊剛在斷腳現場O型 剛ROSC 他EDH中線偏離 肝臟皮臟破裂大量內出血 EDH伴隨中線偏離 這個還滿有趣的 因為第一集 第一集那個香腸膊 他是SDH 硬腦膜下出血 那這個病人他是EDH EDH叫做Epidurohematoma 他是硬腦膜上的出血 發生原因不太一樣 像SDH 大家可以去看第一集 他可能是因為那個腦袋退化 或怎麼樣有一些牽扯 他就造成這個緩慢的SDH 那EDH他比較常發生在外傷 他是硬腦膜外的出血 常常就是這個外傷撞擊到頭部 可能造成一些頭部的一些骨折 然後去傷到所謂的這個腦膜動脈 所以傷到腦膜動脈 腦膜動脈當然就是 快速的破裂出血之類的 所以他就會在CT電腦斷層圖 常常看到這一種就有點像橄欖球 有點這種雙凸狀的這種出血 這種出血跟我們第一集所介紹的SDH一樣 這個出血量大 他會去擠壓腦部 擠壓腦部 因為腦裡面又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沒有辦法宣洩壓力 所以腦部一被擠壓 這個壓力太大的時候 就會造成這個腦部的中線偏移 EDH造成腦部中線偏移 這也是一個非常緊急的狀況 要趕快開爐減壓 剛才血壓不好嘛 因為大廚血的關係 但是他的血氧也不好 血氧Saturation只有80幾 然後N-Tidal60幾 這代表他的肺部的狀況非常的不好 等於血氧一般來講要95%以上 那N-Tidal吸油度 他代表是我們呼氣出來的二氧化碳濃度 一般來講要在可能35到50這個中間會比較正常 所以他N-Tidal60 然後再加上他Saturation不好 通常他代表他肺部可能有一點狀況 然後在這種外傷的現場 肺部最容易有狀況 那就是所謂的氣胸 或者是所謂的血胸 對這個氣胸之前 這個衣龍一支筆 插進肺部拯救氣胸 那一部片講得很詳細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對阿剛剛看到那個瓶子 就我們上一集講的那個Suction 的那個桶 所以那個Suction 就一桶 就是那麼大的容量 所以Suction 如果擠滿了很多桶 就代表這個人出血量很大 Ventilator 呼吸氣 他打不進去 就代表這個肺部可能真的阻力很大 通常比較常遇到的狀況 就是像剛剛講 可能是氣胸或血胸 去造成這個肺部的壓迫 肺部的阻力就會變大 這個呼吸氣就會打不進去 病人就會有一些血氧濃度下降 Antidal CO2上升的狀況 然後馬上處理 叫他進來 好 我就這樣 OK 那Numothorax 要怎麼處理呢 對阿基本上氣胸 這個大家在看醫療劇也會常常看到啦 這是一個氣胸的圖 像這個人他右側氣胸 右側氣胸的空氣跑進去熱磨槍 就會壓縮到他的肺 所以他的肺的阻力就會變大 你就會聽到 Ventilator 就打不進去 血氧濃度變差 Antidal CO2上升 所以這時候我們只能插一根叫做 Chest Tube 胸管的東西放進去他的熱磨槍 把這些氣體引流出來 所以他這時候就要Tina 另外一個醫師來幫忙放胸管這樣子 去幫院長 好 婉君 嘿 院長要自己開刀 在B房 快去幫忙 他要自己開喔 對 哈哈哈 婉君的表情很經典 聽到院長要開刀傻眼 那院長這種行政的高層 從來已經不知道幾年沒碰到了 好好我去我去 一樣是一個大廚寫的白頭賽手 你們不捐喔 我們捐啦 阿長 你說怎麼捐 我們就怎麼捐 哈哈 其實如果你身上有刺青要去兼血 沒有那麼容易 對 因為其實刺青有時候 擔心那個血液品質的問題 因為就是會擔心有些血液傳染病 但刺青也不是說完全不能捐 通常他是會要求你說 如果你刺青完 你要在刺青滿一年之後 才能捐血 所以這群人如果他們刺青 已經一年以上 他們其實就可以捐了 但如果是刺青未滿一年 如果在捐血中心 可能會被退貨這樣子 院長他自己動手說 但狀況不是很好 血酷的血 健健不夠了 怎麼辦 目前開多久了 超過一個小時了 Bla Loss 也超過4000 Bla Loss 超過4000 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那一個人的總血量 是體重的十三分之一 他女兒牧吃了 不知道 45到50公斤好了 你去乘以十三分之一 你會發現他全身的總血量 不到4000 cc 所以當Bla Loss 超過4000 cc 就代表他身上原本的血 基本上你可以把他當作 已經全部流乾了 那當然全部流乾一定會掛掉 所以一定是邊書寫 邊瘋狂的書寫 邊開刀 然後他那個流失的血液 已經超過他原本 一個人的血液量 你就知道出血多誇張 院長自己動手術 他不是骨科嗎 原來院長是骨科的 我還以為他是外科的 對啊 這一次就是我們上一集 一直提到suction 就是當大出血的時候 這個suction一定要一直運作 你才可以把那些血 趕快吸出來 趕快找到出血點去止血 這樣子 鞋子住了 太棒了 這個小劉伊斯 不愧是這個神醫 台版的這個什麼大門位之子 鞋子設 耶好棒棒 好的 那麼這集的解析就到這邊 老師說看到10集 我真的是覺得還不錯 而且他收尾 結果結局 我覺得收得蠻精彩的 希望這個收視率可以不錯 好的 那麼感謝大家的支持 這個系列終於是解說完畢 那如果大家有希望 聽我講更多的醫療劇解析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參考 如果有適合的議題 就做給大家 好 那我們自己就到這邊 希望我的影片 就持續訂閱 如果你也想成為 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